Hello,大家好,我是桂云 今天我们开箱新疆贺田鱼视频 主要是新疆紫料和新疆浅蒙料 刚才孙丰小个呢,打开宴货了 但是呢,还没拆开 我会一一拆开 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个鱼呢,可以说是品质非常高了 新疆鱼我也说过也有品质稍微差一点 但是我做的,大家都知道都是属于中高单的货 所以说今天呢,喜欢贺田鱼的粉丝宝宝们一定不能错过 可以说是视觉上的盛业 就是特别的够大上 新疆紫料新的货是越来越少 所有的纯天然的东西都是不以稀为贵 就是因为新疆贺田鱼呢,特别少 所以呢,它就价位就越来越高 我们先拆开一个这个看看 这是个冠鱼 我们一起来拆吧 这个就打开了 都是这样包的 拿这个纸包一下,这样放在口风袋里面 这样不容易碎 因为鱼都怕碎 所以你们平时包货的时候呢,一定要好好包 最怕碰撞了 先看这两条和田鱼的手串 这两条手串都带猫眼 比我上次拿那些五条的那个品质要好得多得多 当然加倍也够得多 这一串桌子要大一点 这一串桌子要小一点 特别润,都带猫眼的 嗯,加倍也够 基金五位数吧,应该这个 你再看一下这些哈,太激动了 全是油乎乎的 这个竹节的特别好 啊,家里有口声的可以入一个 还不是特别大 丢工超好 都是苏工哈 你们苏工不懂的可以 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这几个都是子料 油芯十足 这个是鸭单青 牛,油芯太好了 密度特别高 啊,一块石头 嗯,这个白菜呢 是也是和田碧玉 菠菜绿 上一次拿了那么些 一天还是一天 两天全除了 都特别喜欢 像这个都是 新疆子料的一个佛工 都所有的都是苏工 雕刻的工艺这一块就不用说了 这是个前范料 老糖料 这个佛工 这几个都是 新疆子料 花开富贵 太漂亮了 观音 升官发财 这个都是传承的 家里喜欢玉的 可以入几家 放家里 压箱底用的 传承的东西 还有 有的有大四雕刻的收藏证书 这是个脸面丢的 这边是个佛工 这边是葫芦什么的 油心特别好 它白度不像鹅料那么白 油乎乎的 这有一个 金鱼 金鱼满堂花开富贵 这个小佛 这些小孩子可以带 这个是观音 这两个比方说 家里两口子入一头 或者是家里两个孩子 一家一个 他俩入一堆 挺好 一个观音 一个佛 这也是个小子六 小佛工 这个都不搭 小独子 这是个大佛 这几家伙肯定不便宜 家里我还没发给我 等 有时间我们再看看家里 这个绳是原来自带的 如果你们不喜欢 我们都可以换 这是我佩戴的一个小古兔 女士可以当毛衣链 男士可以贴身带 这个懂玉的人都知道 像这都是传承的 本身贺天玉 也是我们中国的 日本话代表 特别的有内海 好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今天晚上直播 欢迎大家围乖 拜拜 明天见